大家都有筆記本或紙嗎? 就是沒有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實地操作一些東西 我覺得你們不帶走一些東西 太可惜了 時間是前年的冬天 我看到 徐曉萌不在了 我看到徐曉萌他分享了一個故事 我覺得很可惜 他是關於他如何跟他孩子的互動 我覺得這樣的感動如果不能被傳遞下去 他真的是相當的可惜 所以有一天有人問我說 欸阿貴 你怎麼去寫故事呢? 故事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 為什麼會有今天的分享 會有今天的想法 來自於 某一天我在咖啡廳我想說 欸 我想說 欸這個上面 上面是我將 你們剛剛前面看到的講者 他的十分鐘的一些錄音 我將要全部key出來 我會得到三張A-fold 再將這三張A-fold 去整理這 整理成這樣子 我覺得這相當的有趣 所以我希望說 這一次想分享給大家的是說 我們要如何去從這裡面去找出一個脈絡 去寫出一篇 我們會覺得比較好的故事 或者將我們的一些想法傳達給所有人 那好 雨嬌開始了 欸 子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嗎? 沒有 好了嗎? 沒有聽到聲音好了沒 好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第一站是關我們情緒的部分 我們會想撰寫一個感人的故事 或者一個帶有情感的故事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? 接下來我會放到三張照片 給你五秒鐘 你看到了什麼 想到了什麼 聯想出了什麼這樣的東西 來 第一張 1 2 3 4 5 好 下一張 1 2 3 4 5 好 再來 1 2 3 4 5 欸 你們想 你們有沒有 大家要寫東西出來了嗎? 如果你沒有感覺的話 那我要檢討 因為那都是我拍的照片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感覺呢? 欸你們是不是想起了一些什麼? 我只給你們五秒鐘的時間 為什麼你們就可以馬上想出這些東西? 快 為什麼 欸又不是說 欸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? 這時候我 我之前查了一個東西叫情緒ABC理論 我剛給你們的是圖片 前因 那你們現在紙上 大家看一下 你們寫出來的什麼 後果 那 為什麼會影響到你們這些 答案就是我們的信念 這一塊 中間的 信念呢 它是一個虛構的概念 那我隨便點一個好了 裕虹請問你剛剛 你給我分享一下你寫的 有嗎? 你有寫嗎? 有 好 第一個呢? 草原之家 草原之家 好 第二個 失去的時間 失去的時間 好 第三個 沒寫 好 沒關係 來不及 那請問 那為什麼你會寫草原之家呢? 沒有 沒有 其實就是跟我 東西 小修的場景 這樣子 對 那 我們真正想讓人家理解我們所經過的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一些 我們要敘述我們走過了什麼樣的路 什麼樣的過程 請問在場的看到蟑螂會去撫摸它 安慰它的 請舉手 應該沒有 我們都會打死蟑螂吧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看到蟑螂不會去 不會去擺出城市的姿態 嗯 這隻蟑螂會不會擺出城市的姿態 因為我們中間的生命的經驗告訴我們 它會危害我們 它會傷害我們 那我們就馬上產出後果 去 攻擊它 或者是 好 放生這樣 那所以說 如果你想寫出一個東西 你要記得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會影響到你 以及是什麼樣的生命經驗 記得 後果跟前面 後果跟前因 它是屬於一個實體的東西 它很容易被看出來 但是在屬於中間的生命體驗 跟信念的東西 是你必須要給人家看到的 因為它才會穿出一個脈絡 而且記得 信念的不同 會產生出不同的結果 所以同樣的人 看到同樣的蟑螂 未必 有人會用拖鞋 有人會用踢的 方式跟不同 對 好 接下來 第二站關於靈感 有人說 欸 下標很煩啊 文字怎麼來呢 之類的麻煩 那我們來 現在玩靈感遊戲 來 看一下在場 周圍 我給你們 時間好不對 30秒好了 看一下周遭 有什麼東西是黃色的 以什麼物體呈現 衣服 畫 或者是說 它是以什麼樣的線條方式去呈現的 來 30秒 來 20 你看到你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2 15 21 好 要準備倒數囉 你們找到了沒 周遭有黃色的東西 嗯 不用是鵝黃 只要是黃就有鵝黃啊 金黃啊 沒關係 對不對 耳給你尾 7 6 5 4 3 2 1 好結束 那跟羽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找到什麼黃色的呢 我還在 衣服 泡泡 對 好 那 這位 運榮請問你找到什麼黃色 運河 運河在動 好運河在動呢 好 那 郁慶你找到什麼樣的黃色 真怕 好 奇怪 你們平常不會注意這些東西啊 那為什麼你們會去注意到呢 暗示 因為我剛剛暗示了你們 你們要去找黃色的 那 你們今天想要一個靈感 你們要去告訴他 你要找出跟他什麼樣要素的東西 你 這樣你走在街上 就像一塊強力吸水的海綿 就倒出去吸吸吸吸 那 這時候你會想 欸 我們什麼時候看到街上賣吃的 什麼時候 肚子 肚子 對 晚上之後 因為我們有一個情境跟想法 告訴我們 嗯 肚子餓了該吃了 因為我們已經暗示我們自己 我們要找吃的 如果你可以將這個方法 用在你找靈感方面的話 你會很好用 但是請記得 你必須具體告訴你自己 做目標找的是什麼 就像你找到吃的一樣 我要吃甜的鹹的 喝湯喝辣的 對都可以 好 下一個 再玩一個遊戲 這圓圈內 下一個我給你看一個圓圈內 你看到了什麼 這是什麼 回答我一下 花 花 好 接下來看到什麼 好多花 好還有呢 還有呢 再來再來 湖 那好 這個地方是哪裡 秋紅谷 欸 對 秋紅谷 那奇怪 為什麼我們只看得到 我剛才看得到花 但是 我一打開圈 你們就看得到秋紅谷呢 這我都要講下一個 描繪 沒有 能夠幫助我們 理解周遭的是這樣 這樣的事物 如果今天我只給你看 這一個東西 只看這個黑板的話 你不會知道這是好辦 因為營造出一個地方 是一個親近 一個氛圍 以及所有的人 你要去廣納 像前面這些的要素 有沒有 要素 它有湖 它 它有這個小水 我沒有自入性請教 那個 你才會知道說 我是在秋紅谷拍的這個花 那 如果我回到 我回到這裡了 我跟人家說 我在秋紅谷拍一個花 嗯 應該不知道這是秋紅谷吧 不可能 所以你必須要 像我們前面回推一樣 你要告訴人家什麼 你必須要管它 它的要素 但相反的 如果你想要 讓人家 瞄準說 這個是什麼 你要進去 敬業去瞄為它 這朵花是怎麼樣 它的顏色 然後帶給什麼樣的感覺 感覺又回到我們前面的 我們的信念的部分 好 很快 我們到終點站 不好意思 這有點破爛 摘藥的部分 那我剛剛給你們的東西 請記得帶著 因為這些是我以前 我自己 我沒有上過這個課 我是電子工程CBA的 那 我只是覺得這東西很棒 我想分享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 以後你們真的有一天 你們可以用得到它 好 我今天想分享的是 摘藥的部分 什麼叫柔性與鋼的力量 你們現在手上拿的是鞅筆的請舉手 鞅筆 好 當你要想出一個發想的東西 請用鞅筆 為什麼 它好更改 好更改的你會讓你知道說 這東西它的彈性非常的高 那 鋼的力量是什麼 我們當想出一個 一個構思 它是一個主幹的時候 它不可以被更改掉 就像骨頭跟骨頭跟肌肉的道理一樣 骨頭是硬的 是骨架的部分 那柔是我們的鞅筆的部分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發想我們的idea 以及收容我們的idea 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好 網住你的靈光 來 大家都筆記本嘛 那請問你有幾本筆記本 有兩本以上的請舉手 三本 三本 三本以上的 有嗎 三本 四本 四本 有 那好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筆記本 靈光是 就像海一樣 你今天在海裡面有時候會有魚 有時候 魚太多了 有時候只有一隻魚 所以你必須要隨時好準備你的網子 走在路上 然後走在 或者你在蹲馬頭 或者在床前 你必須要準備好你的筆記本 這樣子你才可以隨時網住你的靈光 以及你的靈感 那好 接下來我們就到這裡了 我的分享到這裡結束 謝謝 謝謝